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受到外星人的一个照顾 所以他拥有超能力 而这个有理就说 他能够周游世界各国表演 表演出那样特殊的魔术 就是因为有外星人的这种的教导 跟传授的技能 所以他才能够表演的淋漓尽致 不过他也提出了警告 他说我跟外星人是熟识 但是呢外星人呢 他们现在正在基于地球的资源 那世界各国的军方呢 他们应该要做好准备 背着万一真的外星人攻占地球的时候呢 能够这个跟外星人决一死战 如果不占的话 地球可能就真的被外星人完全的控制了 不过他也有理也说到了 现在目前正有一支军队 悄悄地从那银河系当中 朝着我们的太阳系正在前进当中了 所以未来不知什么是时代 如果他们找到地球的话 搞不好你跟我都会碰到这些外星人哦 不过有理最近的时候呢 他又说到他说其实啊 这个这支部队呢 是来自于四千光年外的一个宇宙部队 那正以高速朝着太阳系前进当中 他们意图要攻打地球 掠夺地球上的资源 他也说啊 他们每小时释放出三次巨大的能量爆发 但这也是过去我们在看着宇宙当中没有看到的 当然他讲的这些东西呢 科学家们也审慎的正在评估当中 他们在判断说 嗯 有理讲的是真的吗 但如果是真的话 那这些外星生命 如果真的来侵略地球的话 他们的智商 他们的科技 甚至超越人类 那人类怎么去跟这些外星人打仗呢 那你根本就是这个以卵及时嘛 我们说到欧美的科学家 他们也在说啊 现在宇宙当中啊 正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的不明的恒星 而这个恒星呢 看起来它好像正在朝着地球的移动 哎 那它真的是恒星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太空的飞船 澳洲的体会学家 纳塔莎博士 他就推断 经过了仪器 仔细地对宇宙当中的这些星球 作为分析之后 他说有一颗中子星或白矮星的踪迹 从学术当中的研究 从来以前在资料上 没有看到这颗中子星或白矮星 难不成这颗东西 就是有理这位魔术师说的 正在朝着太阳系前进的一个宇宙生命呢 不过纳塔莎博士也说 这件事情非常的罕见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不断的 对宇宙当中放射出这个电磁波之后 我们却发现到 好像这个东西存在 又神秘的消失 那这个东西 它究竟存在于什么星体中 还是说 它是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锁定 那这样子不合理的现象 超乎了天文学里面的一些定义 所以这是否代表着说 宇宙中真有生命存在 而这个生命体正在朝着 我们的银河移动 甚至正在接近 我们的太阳系当中呢 那万一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要即将攻到地球了 美国的媒体也甚至报道说 如果到时候真有外星的这些船舰 要攻击地球的时候 能够把外星船舰 击毁的武器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怎么可能 切记哦 看清楚 是美国媒体的报道 他摊登了一篇文章 他说到 中国的反卫星导弹 可以摧毁飞碟吗 这个文章里面 他虽然打了个问号 但是他里面文章中 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目前啊 人类还没有建构覆盖全球的 反不明飞行物体的导弹防御系统 但如果真的有外星的人 要入侵的那一天啊 人类可能要寄望在中国大陆的 反卫星导弹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目前是全世界 最先进的反卫星导弹系统之一 我们来说说这个系统吧 我们先来注意到 这个系统呢 我们就要说到分别是动能2 动能3跟红旗19 动能2是什么呢 动能2的这个飞弹啊 它本身是用来对付地球外的高轨道卫星的反卫星导弹 通常这种的卫星高度大概在距离地球表面 三万六千公里的高空中运行 动能2导弹可以射到那么高的高空 三万六千公里去把这个卫星击毁 那再来讲到动能3 动能3呢 它是用来击毁比较低轨道的卫星 高度约在160公里左右的高空中的轨道卫星 而红旗19的话 它可以打到进到大气层里面的东西 所以三个波段 从外太空到近太空到大气层内 三个系统可以作为一个防止外星人侵入的一个目标 动能2的飞弹已经现在在2020年之后 已经是全面在部署当中了 不过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高性能的飞弹 可以对付外星人 对付优服的一个武器 中国大陆 它现在在进行的一些反卫星 反导弹的这种技术来说 它可能比美国跟俄罗斯 还要多了一些更大的空间 跟更成熟的技术 所以呢 美国媒体才会报道说 如果现在外星人入侵的话 可能要做靠中国大陆的飞弹 才能把外星人给击弱了 不过 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吗 许多人都在质疑的说 宇宙当中是不是真的只有人类 没有外星生物 可是真的也只有人类吗 这应该不太可能吧 因为这么浩瀚的宇宙当中 千千万万的星星 千千万万的恒星当中 有多少的星星 围绕的恒星在那边运转着 只是距离我们太远 而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在这个天文学当中 大家都努力了 想要看看能不能有外星生物的存在 不过呢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曾经提出说了一个动物园的理论 他们说其实实际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但是呢 他们也避免跟人类的接触 应该这么窃窃的说吧 外星人他们就像动物园的管理员 而人类呢 其实我们是被关在那动物园里面的那个动物 哎哟 这个逻辑思维是完全超乎我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总认为说 我们在观赏动物的时候 是我们在外面看着里面的动物 但是 难不成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 其实是被外星人所控制 而外星人在看着我们人类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怎么样的生存吗 但地球上面的人类 在不断的去搜寻地外生物知识的时候 我们到目前为止 很想跟外星人沟通 不要外星人来 也不要搞到自己打的仗 那这样子 后面日子可苦了 静下来思考 有些事情三思而行啊 好 2526楼 下回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